公寮区因为个里之间交通联络不便 不论是区内民众或是外来游客 除了铁路及主要路线的客运之外 仍是仰赖私人运聚 对于没有私人运聚的民众而言 在交通运输上相较于都会区会比较不便利 因此这几年有幸福小黄的行驶 深获民众好评 在110年度开始 除了新闻市政府的新巴士之外 也透过我们交通局的一个协助 跟中央积极的争取一个幸福小黄的一个幸福巴士 有一条七条路线 以来加入我们的营运的阵容 那所以目前总共有七条路线 不只是新巴士免费公车 然后另外叫偏乡 还有人数居住人数比较少的地方 我们也在双系级共寮地方 我们加开了幸福小黄 那也受到我们很多乡亲及长辈们的喜欢 然后也解决了他们日常进出的一些需要 目前共寮区幸福小黄总共有七条路线 主要才固定班次 而预约线是才事先预约制 预约路线以共寮区辖内为主要服务范围 可跨区到双西火车站 那幸福小黄跟幸福巴士 还有一个比较大的差异点 在于是说幸福小黄 我们有九人座的小巴士 所以它可以在一些道路比较狭小的地方 或者是需求量比较小的地方 可以做一个比较点对点的服务 那在这边今年当然也继续的争取经费续办 那我们在这边也希望我们在地的民众 包括了我们双西以及我们共寮的好朋友 除了定点的一个幸福小黄之外 我们也采预约式的方式 包括了假日或者是晚间的时候 那我们也希望民众能够提前 然后来跟公所预约 共寮区公所希望透过现有公共运输路线的再整合 除了维护居民行的基本权利 照顾共寮区交通弱势族群之外 也能兼顾休闲旅游之观光效益 杰成威共聊采访报道